新二代,富二代都比不上黑二代,整个娱乐圈根本无人敢惹。 姐!娱乐新闻! 检举此片!安宜萱,安宜萱刚刚出道的时候,就被关以黑到千金的名头。 父亲是黑白通知的大人物。陈慧琳,他有一个不为人知的叔叔,就是屡像华强积民的陈慧琳,也就是香港14K的老大。 当年刘嘉玲绑架事件,就是陈慧琳出面摆平的,而有这样一个叔叔给他保驾护航,陈慧琳在香港娱乐圈可谓是无人敢惹。 阿信,阿信对家庭的情况一直保护得很好,知道祖母去世,才被人知道他记得黑到背景。 葬礼上黑白两道的人都有来,包括了民进党地委林祝摩,国民党文传会发言人蔡正元,以及竹联邦帮主赵八子和唐竹小楠都到场致力的台场来看,陈家和黑白两道都有着非比寻常的关系。 陈楚河,被称为黑道太子爷的陈楚河,他的父亲是台湾竹联邦精神领袖陈慧琳。 陈楚河的长相英俊帅气,本没想进入演艺圈的,却意外地在演艺圈发展得很不错。 新二代,富二代都比不上黑二代,整个娱乐圈根本无人敢惹。 陈楚河,英文名,Baron,1978年5月9日,男演员,中国文化大学观光事业学系毕业。 父亲是台湾黑帮教父陈起立,竹联邦第一任帮主,精神领袖。 因演出电影《功夫灌篮》人物萧兰而出名。2008年首次演出偶像剧《命中注定我爱你》。 2010年演出《星光下的童话》之后转往大陆发展,参与演出《新流星蝴蝶剑》、《下加三千金》、《天涯明月刀》等戏剧。 魁违五年,在2015年回到台湾接演爱唱歌们,因演出《肚子疯一脚》受到观众欢迎,人气再度攀升。 2016年5月14日因参加大陆综艺节目《非凡搭档》最后一期录影比赛时发生意外,导致右脚韧带断裂,半月板磨损而无法站立,与家人公司商量后决定回台湾进行手术治疗。 已拍摄三分之一的新戏上古情歌也必须忍痛退出演出。